警車開到行政院長蘇貞昌來了 早上10點33分進到總統館底 也拍到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承 在館底內下車 這次更多了不少部會首長 因為就是要跟總統報告 大家最近討論度最夯的五倍券 選在週三例行的服務院黨高層匯報上 直接討論 政院想要儘量減少發行紙本券 但是電子支付 店家能不能識別是五倍券是個問題 因此目前正在想解決方案 於是又找上了唐鳳 希望在數位消費上能增加五倍券識別 目前規劃兩種方案 一個是帳戶分離制 就是在電子支付平台独立一個帳戶 當5000元用完就關閉 又或是雙APP模式 就是支付跟認證分離 付錢用電子支付 但認證則是要多下載一個五倍券的APP 大概就像這樣 會呈現五倍券的10張面額 只要店家折價完就把面額點掉 代表已經消費過 那個我大概也不太會用嘛 那你會選紙本還是用電子 我當常是選紙本 我是希望最好是現金 因為我不會電子 所以我沒有選擇 我就是必須選擇紙本 大哥講得很直白就是不會用 但還是有人願意去學 我拿這個數位的 有些連結是可以接受嗎 可以啊可以啊 我請小孩幫忙 可以弄到手機裡面的話 我想應該是會方便許多 年輕人接受程度還是比較高 無備勸 這回想大推數位化 但看看之前 疫苗登記平台的前車之鑑 恐怕還是得走雙軌制 TVB的新聞張敏如 譚英倫 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BS News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VB的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